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细菌侵犯了脊柱的一些结构 引起了一系列的严正性的改变 那么化能性脊植源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用膿了 那么膿的范围比较大 它不光是一个椎体 它还要累积的其他的部位 比如说椎体上下的棕板 还有椎间盘 那么它再往外挤住周围的结构 包括椎管内的 就是硬膜外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椎管外的一些结构 像肌肉 所以它有可能形成有硬膜外的脓肿 或者腰大肌周围的脓肿等等 那么这种感染就叫化能性脊柱炎 还有一个名词更准确点叫脊椎炎 因为脊柱是由脊椎组成的 叫化能性脊椎炎 再从发生概率上来讲 那么男的比女的要多减 还有从这个部位上来讲 腰椎发病率要高一些 然后其次就是颈椎胸椎 底椎很少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腰椎活动度又大 承重又大 它受伤的概率更高 所以腰椎化能性脊柱炎 发生概率要高 其次是胸椎 颈椎 那么底椎的发生概率就相对要少 从脊柱讲 它就是不一样 那么整个的来说 如果要把这个炎症性的 就化能性的疾病 进行一下比例对比的话 化能性脊椎炎 占的比例并不是太高 大概在45%